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收看Duel Moon TV Costco的大部分商品都以物美价廉组成 但是有些商品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划算 一项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比中等收入家庭浪费的食物更多 原因之一就是大批量购买,结果吃不完扔掉 这样循环往复,浪费的不只是食物,还有自己的钱 如果要省钱,下次去Costco还是尽量不要往购物车里装这些商品啦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啦 酱料 如果不是有个大家庭或者特别喜欢吃口味重的食物 Costco的酱料可能未必适合你 像这种大瓶的蛋黄酱,开盖后需要两个月内吃掉 还有番茄酱等,如果打开后六个月还没吃完,就会开始变色 并且失去原有的风味,还有有机果酱 保质期短到只有开盖后一个月,下手之前务必三思 非土方药,布洛芬、阿斯匹林等止痛药,还有美林等儿童感冒药 当然是家庭必备,但是大多数人都要按需服用 一不留神就过了保质期 最好还是从Target或者CVS等超市或药店购买小份产品,避免浪费 咖啡粉,Costco的咖啡质量都很高,避着眼买也不踩雷 但是像这种大包装的咖啡粉,开封以后很快就会失去原有的强度及风味 不如买整颗咖啡豆,现吃现磨 而且美国的咖啡真的很便宜,实在没必要大量购买 水果蔬菜,不得不说质量不错,但是包装太大,坏得也快 如果你家人口少,或者预计接下来一周会经常出去吃,还是停手吧 洗衣粉,洗衣粉和洗衣液开封6个月以后都会失去效力 除非你在每天都洗一大堆衣服,不然在Costco买这种大份量的真的没意义 而且罐子很重,每次清倒的时候也非常费力 食用油,除非每天都吃煎炸食品 否则Costco这种大罐的油真的很难在变质之前把它吃完 根据统计,美国人平均一年才能消耗掉约750毫升的橄榄油 而Costco这一桶就是两升 橄榄油通常的保质期是开封后三个月 虽然变质的油对身体伤害不大,但是对食物的侮辱性极强 它可以破坏任何食物的味道 面粉 面粉通常在开封后6到8个月开始变色,变味或变质 Costco的面粉动辄25到50磅 对于不想每天烤面包蒸馒头的小伙伴来说 实在压力太大 麦片 最近这些年吃麦片是个健康理念 但它还是很难成为华人家庭的主食 而且根据比较 Costco的麦片跟普通超市相比 价格并不便宜 还是去Target或者Walmart买小包装更划算 个人护理用品 在Costco买乳液、润肤霜和防晒霜等个人护理产品之前 一定要确保你会每天使用它不止一次 最好再留意一下瓶子上的有效期 这样你可能就会默默缩回自己的小手 香料 香料的味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减淡 调味粉的保质期只有三个月 想想我们每次做菜可能只会用个几颗 怎么算都不太划算 书籍 Costco有一张堆满了各类图书的桌子 每次去也能看见很多人在那里翻来翻去 不过价格未必比其他实体或网络书店划算 而且经典图书较多新款书籍较少 即使是童书绘本也是要一买就买一整套 如果小孩不爱读就只能放在书架上落灰 电子产品 像电视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 有很多是生产厂家专门和Costco合作的特供款 只在Costco出售价格比其他地方都低 但是买回家你会发现它少了一些普通款都有的功能 所以最好是买你在其他店里见过的款式 汽水饮料 在美国 碳酸饮料和苏打水真是特别普遍的饮料 几乎所有超市都有常年的折扣 如果你去Costco遇到折扣可以顺手拿一箱 但是如果为了买它特意去一趟就不太值得了 鸡蛋 FDA建议鸡蛋应该在买回家以后三周内吃完 而且必须在冰箱里保存 Costco的鸡蛋一盒18个装 而且并非是上乘品质 除非你家是每天吃蛋的大家庭 否则不建议囤货 跑步鞋 Costco的跑鞋很便宜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Costco的名牌跑鞋其实更接近奥特莱斯工厂直销店的质量 只是加了个牌子而已 价格实惠 但是需要经常更换 如果你追求专业跑鞋的功能 还是去专门店购买吧 大盒烘焙点心 一盒十几二十个的饼干 或者看起来非常诱人的大蛋糕 当然是party首选 不然就算发动全家人一起努力 也未必能在一周内把它们吃完 而且甜度都相当高 这样算下来实在是浪费钱 坚果 坚果被认为是Costco质量最高的产品之一 但是从实惠划算不浪费的角度来看 就不好说了 不要以为干果就容易保存 它们里面含有大量的油脂 很容易变质 即使放在密闭容器里保存 最多也只能坚持几个月而已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Costco不划算产品分享 大家还在Costco买过哪些吃不完的产品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本期视频请点赞分享 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